1903年日本大阪举办第五回内国春月博览会 这场汇集当时日本国内最高水准工业产品 艺术品以及最新科技的博览会 特别新建台湾馆 更邀请了台湾各地的士绅赴日参访 大科侃士绅吕云阳 在三月中旬也到日本游览一个月 新式教育的远近 现代医疗的先进 交通发展的便捷 这次是日本大阪举办 这些新鲜事物让他耳目一新 更重要的是他得到启发 好的事情就该一群人一起去做 会计大家力量进行投资 带来远大效益与现代化的发展 会台后 林阳立刻游说桃园 大科侃两地的士绅与资本家共同合作 集资产立为一间 北断大西交通的桃侃轻便铁道会社 从三月旅行 五月着手筹组企业 十一月 桃园到宿子园路段市营运 十二月正式开幕 展现极高的行动力 这趟旅行可以说是推动 大西交通近现代化的重要关键 那时 随着茶叶张闹 在国际市场的商机恐怖 为使运输更稳定 商人们与轻便车连接当时通车的西部总管铁路 往北到基隆港 往南至高雄港 也是大西交通从水运变成路运的重要契机 就要回头说到 1860年开港通商以来 大汉溪的水运为早期大西带来蓬勃发展的商机 但因为水的不稳定性 地方商人希望货物不再仰赖大汉溪水运 加上当时轻便车的出现 货物载便车相对稳定 却时间快了许多 虽然轻便车的载便车的载便量比水运还少 但却大大提升运送的稳定与安全 以前的商船 从大科坎顺流开往台北大约需要5个小时 回船却因为逆流需要12到24小时 但透过轻便车 货物从大科坎送往桃园约一个半小时 再转火车到台北 大科坎的货物只要两个多小时就能抵达台北了 相照之下 透过水运到台北的时间 用轻便车连接送乱铁路 甚至还可以来回呢 后来轻便车路线陆续延伸至龙台宇郊半山 建立大科坎对外的路运交通远落网 好看轻便铁道会设的运输量节节提升 另一方面 靠过大科坎西也是一个跨时代的象征 1912年 居民运用竹楼木条搭建蛇龙桥 这就是第一代大溪桥 虽然轻便铁道尾单线进出 但人们终于可以乘坐轻便车跨越西远 移动上也更加自由 另外 1914年完成了桃园到宿泽园的复线轨道工程 这次的交通创新提升了货运速度 大大提升了整体赛运量与经济效益 好看轻便铁道会设 开启了人们对于路运的想象 随着公路建设的兴起 当年轻便铁道的主要感动 也成为了现今公路的运输路线 百年来 人力轻便车的轻摔 反映了大溪交通不同阶段的发展与转变 同样的距离中缩断了通行的时间 也拉近了与世界的距离